再來看台積電日前拍板將到日本去設場 日本官方表示歡迎 日本的首任經濟安保大臣小林英芝 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的時候就說 說服台積電到日本 這還只是日本半導體復興的起步而已 說日本需要一個能夠跟美國 還有中國匹敵的半導體長期戰略願景 他還表示自由民主國家共同合作 來維持供應鏈 這是很重要的 台積電將到日本設場 日本仿佛收到大禮包 從金產大臣到首相都說歡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提到 日本半導體不但要自立 更要對世界不可或缺 經濟安保大臣小林英芝也有同樣看法 他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 指出問題在日本如何打造優於他國的領域 讓國際社會少了日本就無法存活 而說服台積電還只是起步 事實上小林入閣前 就不斷呼籲政府邀請台積電或 英特爾等國際大廠投資 經濟學者也指出日本已經發現 國內擁有半導體廠的重要 台積電設場在日本掀起波蘭 日本更期待台積電成為日本半導體的強心針 華視新聞陳剛編譯